1月21号是2019年全国春运首日,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,春运期间,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人数首次突破4亿人次。 春运前夕,记者在中国铁路总公司全国铁路调度指挥中心看到,工作人员均已就位,蓄事待发,为即将到来的春运做好准备。 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显示着全国铁路列车的旅客发送态势、货运态势、高铁线路列车开行情况、车站始发、中道列数等实时数据,供后台工作人员实时监测。 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,春运期间,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人数首次突破4亿人次。 2019年春运运力将提高5.3%。 其中,节前共安排开行旅客列车4787对,同比增加468对,平均每天可提供运能942万个席位,同比增长5.4%。 节后共安排开行旅客列车4860对,同比增加460对,平均每天可提供运能964万个席位,同比增长5.2%。 19年春运的历史40对,我们预计全国铁路发送旅客是4.13亿人次,也是中国铁路首次突破4亿人次,日均将发送旅客1033万,历史上首次突破旅客,春运突破旅客7万。 截至1月20号,2019年春运铁路售票量已达到3.72亿张,其中互联网发售车票比例达到84.1%,相较于2018年提高近5%,互联网购票成为售票主要渠道,旅客出行不仅能选择更多车型和线路,还能享受到更加便捷的新服务。 今年这个互联网,我们也提出了,它增加了很多新的功能,一方面这个改版的网站简化了流程,同时根据旅客这个建议提出了,实施了这个扣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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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据悉,自2018年12月27号起,铁路部门在12306网站和手机客户端选取2019年部分运力紧张方向列车的长途区段,开展后补购票服务试点,以进一步改善旅客购票体验。 有了这个服务之后,旅客可按日期车次、席别提交购票需求,并在预付票款后,售票系统自动安排网上排队后补。 当对应的车次、席别因退票改签等业务产生可供发售的车票时,系统自动兑现车票,并将购票结果通知旅客,将大大便利旅客的购票流程。